底下一个问题 中门有一公案说 有佛就有魔 请问如何想魔 断我修善就想魔了 魔就没有了 一念归正 魔也没有了 如果达到最高的境界 佛跟魔都没有 那是什么呢 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放下了 佛跟魔都没有了 只要有你有妄想 你有分别有执着 就有佛就有魔 静念 就是佛 佛念呢 就是魔 六道里面 善念是三善道 佛念是三国道 下头还有一个问题 他天人是修饰善业 而的天人身 为何会成为天魔 天魔也是修饰善业 而且修得很好 他为什么会变成魔呢 三种杖 他没有放下 带着三种杖 修饰善业 就变成魔了 所以他佛报很大 他修不实 他也很有智慧 他修法不实 三种杖是什么呢 傲慢 嫉妒 贪欲 所以他就变成魔了 这三种杖里面 最重点就是傲慢跟嫉妒 修一切善法了 他就变成魔道了 赶紫 赶紫